在中正派出所所有現場的監視錄影 但你不可以給我銷毀喔 局長我現在正式跟你講 我今天在這個道位上正式提出來 我跟你說 管理人不是我 管理人是派出所所上 派出所不是你管的嗎 派出所不是你管的嗎 你還不是我耶 你 他就是必須要負責 你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落力發說 今天議員是在提醒你 該做的證據保全 該做的行政規則要怎麼做 哪是讓你這樣子隨便高興 這樣子翻雲覆雨 那個議長 你是未來的議長 候選人嗎 是不是 我是現在的議長 你是現在的議長 未來的議長候選人 你應該也算是嘛 對不對 我聽說 12月7號晚上9點多 有一個議長候選人 我以為是你啦 在派出所 派出派出派出 說是你 我是現任的議長 不是未來的議長候選人 那個警察局長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何謂報案 何謂報案完成 如果說我現在在網路上被霸凌了 我去跟你們說 我要報案 但是我不接受任何的那個口供 我不接受任何的筆錄 那我沒有算報案完成 這個也算口頭報案 也算口頭報案 那我們警方要不要辦 要立案調查 要立案調查 所以說如果那個當事人 有到我們派出所去做這樣的口頭報案 而我們沒有去落立案的調查 那是警方失職 是這樣子嗎 這要看案情的內容 沒有辦法一再而論 局長 如果是警方失職 這個當事人就有權利在派出所 局長 你不要睜眼說下話 我跟你說局長 你要給我保留 台南市中正派出所 12月7號晚上9點到11點的 現場監視錄影帶 不可以任何燒毀 不可以任何取消 或任何那個 你還不能給我出銷過哦 我現在正式跟你說 未來如果沙門是不是妨礙公務 我們要舉證 12月7號晚上的9點到11點 這段時間在中正派出所 所有現場的監視錄影帶 你不可以給我銷毀哦 局長我現在正式跟你講 我也沒有這個權力可以銷毀 我今天在這個道路上正式提出來 我跟你說 管理人不是我 管理人是派出所所長 派出所不是你管的嗎 派出所不是你管的嗎 你說這什麼 你是台南市警察局局長呢 那個一個分局那個派出所 不是你想要管的嗎 民生有任務分工 局長 我現在就跟你說嘛 中正派出所 12月7號我有時間有地點 也有日期哦 我現在就跟你說哦 12月7號晚上的9點到11點 中正派出所現場 所有的監視錄影帶 再給一分鐘 不管這個人是過為未來的議長 或是議長候選人 或是新當選的議員 都沒有權力在派出所裡面 咆哮我們的警方 如果你可以容忍的話 那未來的百姓更大 他就可以隨時到我們警方去罵你們 到派出所去罵你們 這樣有沒有有沒有防礙公務 有沒有 我們會交給檢方來調查 很好 你就交給檢方調查 如果有人提告 局長 很好你講的這句話 我們交給檢方去調查 我們呼籲台南市地檢署 我們呼籲台南市地檢署 調查12月7號晚上9點到11點 哪一位過為未來的議長候選人 或是新當選的議員 到中正派出所 有咆哮警方有沒有所謂的妨礙公務 很好 局長 你就交給地檢署去調查 局長 我不會叫你現在交給我 因為我沒有權力那麼大 但是你有權力 你也有義務要交給地檢署去調查 方局長 局長 我承認 本來這個組織就會有一個分級負責的問題是沒有錯 但是您剛剛回答本會蔡淑衛議員的說法 說起來 說起來的感覺好像是 各個派出所你管不到的樣子 我們今天比較擔心的是你講這個話 讓我覺得聽起來像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就是告訴各個分局 各個派出所說你們除外單位 跟我是你們是有獨立的權限 獨立的行政決定權 所以你們要銷毀證據 你們要滅失證據 你們要串供 你們要幹嘛都可以喔 隨便你們喔 您是要暗示這個議事嗎 合法的命令才是命令 不合法的命令不是命令 合法與否這件事情 監視錄影設備是由派出所所長管理的 那所以你不能跟他們講說 那你們現在議員在議事廳跟我提醒 我會轉答叫他們好好管理 那就這樣 剛剛就回答這句話就好了嘛 因為這個東西是證據保全的 因為你都沒有給我時間解釋 我包含我在跟你講話 你都沒有給我時間讓我好好講話 那人家為什麼要跟你好好時間解釋 今天 議員同仁這樣做一個提醒 這個某種程度上是證據保全的大程序啊 對不對 我們是擔心您剛剛講那句話 現在好像搞不好現在各個分局就開始 欸 我們教長這樣講的喔 所以那些鞋子大什麼鞋子大都全部把它削削掉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會不會可能有這種狀況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不合法的命令 沒有一位員警會聽不合法的命令 不合法的命令絕對不會聽嘛對不對 那照你這樣講起來 那這三年多來 台南市政府警察單位發生的警記事件 不就是個屁 他就是必須要負責 你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露力巴說 今天議員是在提醒你 該做的證據保全 該做的行政規則要怎麼做 哪是讓你這樣子隨便高興這樣子翻雲覆雨的 所以麻煩一下注意一下 警察不檢入行政糾紛 行政中益證據的分稱警察不介入 注意一下你基本的態度好不好 你現在是在反質詢還是要幹嘛 有請你回答了嗎 我只是在跟議員做表達 我請我請你回答了嗎 我請你回答了嗎 我請你回答了嗎 主席請他出去 不好意思我尊重其他議員搞不好也要問 那我收回 請坐下 局長 局長 局長我跟妳請教一下 也好 我們議員有多大 我們有多大 按照議員的職權來執行 是嗎 對嘛 所以我們進派出所如果我們報案的話 我們跟一般選民來講可能你們稍微尊重一點 但是我們是可以任意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嗎 大概也不行吧 不可以 本席當議員二十幾年 從來沒有任何一次對官員拋銷 對官員莫名其妙的大聲喊叫 我想請教一下為什麼局長你有這樣錯誤的認知 認為這是一個針對性的政治問題呢 我們覺得很好 如果本會同仁長久以來以為自己了不起 隨意對官員不當拋銷 我要強調是不當拋銷 以為自己可以隨意病毒也是怎麼樣 那我想說是不是可以經得起大家的檢驗 可是局長你怕什麼呢 我沒有在怕 既然大家我就把它移給 你沒有在怕 局長 局長 我的意思是說趁這樣子一個機會 就算我們一般的同仁 也應該對政府官員該有的一個尊重 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可是知道跟做得到做不到 變成兩碼子事 我覺得趁這個機會 一併的告訴台南鄉親 你選的議員 到底是不是一個至所分際的好議員 我覺得也是一個檢視的機會 更何況要參與議長的選舉 我非常贊成說如果過去曾經有哪一位同仁 也是這樣沒事就白譜就大小聲通通公布 讓所有市民做檢驗 但是局長你為什麼說這是政治世界 在台南市議會所有議員發生的事 哪一個不是政治世界 就是因為是政治世界 我們更不能允許我們政見物 過分囂張 謝謝議長 議長 如果聽局長講起來 一定要給他犯政治化 然後我們就依法辦理 我現在不知道 12月7號晚上的9點到11點 中正派出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受委區的員警會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讓我們聽到都覺得對他們 很不捨 不管警察局的紀律好不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警方是依法行事 而做到這樣的一個咆哮辱罵 我覺得這個證據一定要保存下來 而且我們議會主動做一個決議 移送地檢處 是不是這個當事人有妨礙公務 如果說我們一聽局長聽起來 局長覺得沒這回事 那這樣子很好啊 沒這回事 那我就把中正派出所 12月7號晚上9點到11點的 那個現場的監視器 公佈一次嘛 確定沒有任何議員在現場咆哮 確定沒有所謂的議長候選人在現場咆哮